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代理团长大人 人我带到了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蒙德欢迎你们 随风而来的旅行者 我是代理团长 秦 这位是丽莎 骑士团的图书管理员 呀 是因为人手不足 所以来帮忙的好心孩子吗 真可爱 只是 时机不怎么巧 风魔龙自从复苏以来 一直在城市周围活动 制造混乱 现在蒙德的元素流动 地脉循环 都已经变得好像被猫咪抓过的线团一样了 对魔法师来说 这是最糟糕的情况哦 皮肤和心情都会变差 如果不受这些干扰 骑士团就有比寻人骑士更好的办法来帮助你们了 现在就请在蒙德赞助一下 由我们西风骑士团来努力解决问题吧 派蒙也会帮忙 那么 就来决定一下作战计划 风魔龙进攻蒙德 反而让我们见到了终结灾难源头的契机 在丽莎的魔法侦测之下 笼罩蒙德的飓风已经暴露了原流 哦 那么答案是 被废弃的四风守护妙语 风魔龙能够掀起这种程度的暴风 就是借助了那些残余的力量 而我们的目标 是这四座废弃妙语中的三座 只选三座的理由 大家应该都明白 我不明白 各位西风骑士 事不宜迟 暴风正在肆虐 被动防守也没有意义 在龙灾扩大之前 就由我们抢先一步 向废弃妙语的一记进发吧 你风之意用得不错啊 在哪儿学的呢 眼罩 怎么 想听我的故事 嗯 说起来 之前都没好好自我介绍过 哈哈 抱歉了 我是骑兵队长凯呀 等手套的问题解决了 我们再好好聊聊吧 我知道一个好地方 那边更有聊天的氛围 你风之意用得不错啊 大团长现在正处于长期离开的状态 所以由副团长秦带行团长职责 这就是代理团长这称呼的来源了 而且大团长走的时候带走了五分之四的骑士 所以留给代理团长的自然就是五倍的压力了 这么说起来 情还真是不容易呢 你风之意用得不错啊 嗯 那就回头见 我是管理书籍资料的丽莎 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小可爱 关于荒野上那些怪物的资料 图书馆里有不少呢 灵活运用元素反应的优势 是轻松取胜的诀窍 对了 你考虑过来图书馆找份兼职工作吗 最近打杂 不 跑腿 不 支援的人手有些不足 会是管理书籍资料的丽莎 对抗风魔龙的办法呀 很遗憾 一个人是做不到的 从它身上庞大的风之魔力来看 却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应付的生物 有空我可以教你一点元素魔法基础 想必你就会对那股力量有些概念了吧 我是管理书籍资料的丽莎 要出发了吗 一会儿见哦 真的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邀请 真的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邀请 要和我组对吗 事先声明 我可不会特意配合新手放慢步调哦 有琴在 我们就安心了 虽然很想这么说 但实在不能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他总是冲在最前面 我们也希望他能好好休息 希望有一天可以认真地告诉琴 有我们在 你就可以安心了 要和我组对吗 事先声明 我可不会特意 身为西风骑士团的新人 对风的领会是不可或缺的品质 那么 风之意的深入培训就交给我吧 要和我组对吗 事先声明 哦 嗯 风魔龙的事 一起加把劲吧 接下来的冒险可能会越来越危险 我们先做好准备吧 可以先去蒙德的铁匠铺那里看看 铁匠铺就在那边 什么事 都在那边 自己挑吧 想要更趁手的 我也能定做 原来还能定做 当然 贩卖 定做 精炼 都是铁匠铺的生意 只要你有矿石就行 哪里都有 这样吧 看你迷迷糊糊的 我把附近铁块比较多的地方告诉你 如果你能把铁块带回来 我就帮你锻造 用不着 那我继续忙了 感觉他有点不耐烦 打扰到他了吗 我来说 这大石就要到了 但是 住手 不耐烦 我被压力 就想要到他了 你已经能够伤害了 我被压力了 我把他们可以从来 我被压力了 我就把他们的败 我把他们的败 就不是 我们的败 我把他们的败 啊 干嘛 哦 对 好像有这么回事 我都忙忘了 还行吧 看这橙色不是不能用 以后找到了矿石 都可以来找我 当然 最好是在我不忙的时候 打铁要全神贯注 我不喜欢和客人闲聊 手艺好 生意就好 做其他的都是投机取巧 没事的话 我就继续忙了 真的是一位很认真的大叔 虽然脾气不太好 但只要给他来锻造 应该可以放心吧 喂 就是这里了 被废弃的四方守护庙宇之一 这些庙宇已经荒废好多年了 蒙德的民众也根本不会来 搞不好里面会有野兽铸巢 或者求求人建立营地呢 毕竟连风孟龙自己都放弃了自己的庙宇 是的 虽然我也很不愿意接受 但风孟龙曾经也是四方守护之一 先不提这些了 你感受到了吗 这里面的风有些不对劲 进去看看吧 要小心 龙的力量正在影响这里 蒙德城的大家还在被风灾困扰着 每耽搁一秒都是骑士的失职 我们赶快到庙宇里去吧 用那个操作台 就可以打开大门 能看见 妙宇的最深处 我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了 糟了,是好久的声音 肯定是刚才的战斗惊动了他们 不过,我为了这种情况准备了秘密武器 爆弹玩偶,兔兔伯爵 那是,炸药桶吗? 嗯,用剑势一下就能引爆了吧 靠你了 好高啊,看来上面还有东西呢 但是,我们要怎么过去呢 这是,火元素方碑吧 如果有强大的火元素宏击的话 说不定能触发什么呢 龙的气息 那就是力量凝聚的节点吧 好,我们来打碎它 啊,真累人 不过,这样就能为秦团长分担一些辛劳了 以前我们的防御力量 起码还能守住城里的安全 简单来说,主要是因为有秦在 但现在,覆没龙已经直接袭击了蒙德内部 风向变了 我们的策略也会做出相应的变化 这是,丽莎喜欢说的话 对了,之前我们聊到的四封守护话题 如果想知道过往的历史 也可以去问丽莎 先说明,不是因为我历史学的不好 图书管理员的知识储备 总之,就是会比侦察骑士更完备一点吧 敏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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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就让我来展示一下骑士团的战法 如果我猜得没错 妙语的尽头就在那里 那 理由呢 经验 常年做善后工作 积累下来的经验 真是极兴了你 突突搏剧 出击百发百中 旅行者 你好像没有神之眼 对吧 那你究竟是怎么运用元素力量呢 是很神秘的现象呢 真是极兴 真是极兴 总算是过来了 前面没有路了 靠封场上去吧 靠封场上去吧 是水元素呢 用这个可以灭火吧 没错 相当敏锐的观察 不如让秦为你兽闲 成为骑士吧 老实点 说起来你们知道吗 封魔龙也是曾经的四封守护之一 我不太清楚详细情况 有兴趣就让代理团长为你们讲讲故事吧 封魔龙就是靠他吸收力量的吗 很有可能 赶紧动手吧 哇 真是精彩 原来阁下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战士 刚才在庙宇里 一路上的那些战斗 实在令人大开眼界 连骑士般的谦虚品德也已经具备了 阁下拯救蒙德的英姿 未来一定会传遍整座自由之城 今后有空的话 还请到骑士团总部来聊聊天吧 呃 或者 我也知道一家不错的酒馆哦 总算是有点收获啊对吧 从封魔龙手里成功抢下一座遗迹了呢 那么 接下来是我的善后工作时间 你们可以先去忙别的事 那 我们就先走了 我就在想 以秋秋人的智能 怎么会想到有预谋的伏计 原来背后是你们在捣鬼 原来背后是你们在捣鬼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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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士团做事的效率可真够低的 哼 无妨 既然你也被卷了进来 那事情就变得更有趣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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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小可爱 这么危险的事你也来帮忙 真令人感动 这段时间里有什么不明白的,都可以来问姐姐哦 嗯,这个问题问得不错 答案嘛,当然是因为秦信任我啦 所以,你们也可以多信任我一些哦 只是在门外,就能感受到元素里乱流所带来的烦躁感 抓紧夺回这庙宇,好让身体舒畅一下吧 嗯,我也稍微认真一下吧 果然,这座庙宇的深处,有非常强的元素反应啊 小派萌,你能飘过去吗 就靠这股风上去吧 交给姐姐我吧 原来如此,是雷元素方碑啊 我来试试用雷电的力量激活它 你们要小心脚下哦 别逃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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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回来 没来 咋an 得意 你不要逃哟 我吃了 这规则我 快逃哟 你不要找我 могу逃避你 自己的隐私 你不得逃避你 他要逃避你 你不要逃避你 你不要逃避你 我自己的 啊,是蜂巢。接著,從這裡上去吧。 可別上了你了,該墊一墊吧。別逃喲。這是…懲罰。 乾顛的敵人之間會產生連鎖傷害。摩擦出的電火花,傷害略少於突如其來的戀情。 嗯?你問我,脖子上的這顆寶石是什麼東西? 不會吧?你是認真問的嗎?這是神之眼啊。 是被選擇的人們用來導出元素力的裝置。 嗯,從神秘學的角度,也可說是一種外置的魔力器官吧。 嗯,連神之眼都沒見過。你到底…是從哪兒來的? 啊,是突然變異出正常之力的秋秋人嗎? 不…算了。畢竟秋秋人只是連銀游詩人都當不了的低質怪物。 而你…卻是姿勢幾乎可以勝任魔導師的好孩子喔。 。 把這個擊破,就可以回去休息了吧。 一想到可以休息,渾身就充滿了乾淨呢。 。 東風之龍,南風之獅,北風之狼,西風之鷹。 他們是蒙德四方之風的守護者,也是風神巴巴托斯的眷屬。 特瓦琳,這就是風魔龍的名字。 在被人們稱作魔龍以前,她曾是四方守護中的東風之龍。 這就是,四方之風的力量中,特瓦琳只能借用三方的原因了。 從一開始,她就已經在燃進自己了呀。 我想,是因為恨吧。 恨? 是對蒙德的憎恨? 以恨意為驅動,將恨意作為比風更強的力量,化作魔龍。 可是,四方守護之一,為什麼反而會…… 憎恨她本該守護的那座城市呢? 唉,身為蒙德人,真難自己說出口啊。 拿去看吧。 這是百年前發生的故事了。 這是百年前發生的故事了。 你來看吧。 你來看吧。 我讓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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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 要出門了? 對,你讓我讓你打開。 那也是百年發生的故事。 在此後,我只有一個幸福。 。 你讓她走,你讓你離开。 啊 可算是全部处理完了 这样 蒙德的元素流动 地脉循环 就会恢复正常了吧 要回去看看骑士团的情况吗 当然 如果有什么别的有趣的事要做 我也可以陪你先去哦 对了 我们在司风守护的庙宇里 又得到了散尸的风神铜吧 以后也许会收集的越来越多 不要忘了它们的用处啊 哦 桌子